銷售到港澳地區的看法怎麼樣 今天非常感謝包括台南我們方偉者市長 最會賣農產品的市長 還有我們陳廷偉偉跟郭國偉跟我們的孫總幹事 一起跟台灣好農的董事長 江董事長一起把台灣最優質的我們的文旦 從馬克文旦呢 直接跨境送到我們的香港消費者 香港的一千兩百多個消費者 透過跨境平台 在兩天內把台灣優質的文旦送到我們的國外的消費者 所以這時候就呼籲我們國內消費者 蘇朗蘇丁 反而要用更多的新台幣來購買我們全台灣的文旦 讓大家在中秋佳節可以過於一個非常愉快 而且對健康對整個營養非常充分的文旦 大家一起踴躍消費全台灣的文旦 主委請問一下那個百億基金付豬農 現在這個進度如何 百億基金的部分 我們經過全台灣二三十場的 這樣的一個普通座談會 那陸續已經有八大方向 像昨天也感謝在台南市 那黃偉者市長親自參加 跟所有的豬農座談 我們預計下禮拜再做最後一次的溝通 那因為所有的我們各縣市的養豬協會理事長 回去還要再跟豬農說明這百億基金的使用用途 讓所有的豬農可可以接受 那這樣的話我們下禮拜就可以對外完整的公布 那預計年底前會送行政院拍板定案嗎 是 我們為了要白紙黑字確保整個百億基金的用途 農委會會只要框案定了 那我們會將整個中堂程的計畫書送行政院 那由院長來核定 那這樣的話我們陸續就會依照核定的計畫書來執行 那預算 百億類預算的來源還有他已經有著落了嗎 預算的來源第一個 我們今天就有非常照顧農民的陳軍委員跟郭國委員在場 那我想他們也絕對會幫農委會爭取相關的預算 第二個這個都是循相關的預算程序來送到立法院 我想所有的程序都會是非常的完整 那第三個 農委會本來就是有編相關的預算 在整個全國的所有的農糧漁木產業上面 那我們當然也會搭配這時候把它全部編除100億 對於那個國民黨的實戰公投主委你的看法是怎樣 我想針對這個公投事件 從農委會的角度我們還是希望專業歸專業 那政治歸政治 到底有沒有因為這樣的國外的豬肉來克多巴胺的安全容許這樣併定的時候 那對產業界的衝擊如果是降到最低 如果是食安的疑慮 我們透過清楚標示 讓消費者有完整的選擇 那如果這些議題可以一一的釐清 那剩下的這些公投我想 這是屬於一個政治的手段 那我們在這裡還是呼籲我們專業歸專業 所以國家的發展方向 大家要好好的來思考 那至於公投的部分呢 我們就尊重國民黨的這樣的一個做法